距离彭亨首府关丹不远的老山城林明 如今已经成了本地知名的旅游圣地 不过也许大家不知道 在1987年锡矿公司倒闭之前 林明曾经有着世界上最大 也是最深的地下锡矿厂 它有多深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把14层楼高的大厦埋入地底 它就有这么深 林明当年的繁华 就是在这些在地下采锡矿的矿工们 由他们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八点最热报为大家捎来一连三集的 老镇林明系列专题 第二集呢 让我们来谈一谈林明锡矿业的兴衰事 我们的记者王建和宋万成 除了拜访当地的老矿工 听他们诉说当年 甚至对呢 更是随着老矿工的脚步 深入地底进行拍摄 让大家透过镜头 透过视觉来体验一下 老矿工当年在地下采矿 冒着生命危险 赚取三餐温饱的血泥石 林明山高水长 亚东产西的名乡 这是林明华小笑歌的第一句歌词 这足以见证西矿业 在林明举足轻重的位置 当年在西矿厂工作的小伙子 如今也已经垂垂老矣 在镜头前向大家述说当年的故事 我是在1964年就进这个矿厂做 不过很多人很怕危险 很危险的工作 眼前的这位曾老先生 也曾经是矿厂内的汉阶工程师 他带领着设置队前往博物馆进行导览 重塑当年地下西矿厂的情况 那么他们有时在工作的时候 旁边那些踏下来了 往往是这样子 如果是发生意外来讲 他们工程都尽量把那个人挖出来 到最后挖不出来就疯掉算了 走进这座已经修整的隧道 虽然可以让人理解西矿厂的历史 然而并无法还原地下矿厂极度危险的工作环境 根据了解 林明至今仍有少数的老矿工 依旧冒险进入早已废弃的矿厂地段采矿 设置队特别找上了两名不愿露面的老矿工 带领我们深入地底拍摄 涉水走入隧道 眼前进是一片漆黑与寂静 在有限的照明下 设置队只能够跟随老矿工的脚步 在黑暗中前行 狭小的空间内 石壁上都是满满的西矿 老矿工在寸步难行的情况下 开采了一块矿石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 两位老矿工铤而走险 为的就是这一块掺杂了少许稀矿 不起眼的小石子 结束了这趟探险之后 设置队依旧好奇 为何这两位年过六十的老矿工 依旧要冒险进入隧道采息呢 西矿工们赌上性命 冒着生命危险 只会换取三餐温饱 然而西矿工公司倒闭之后 矿工们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许多人口也因此外流 而留下的矿工 也因为灵明的没落 生活无以为继 对于矿工们的现实困境 旁人也许爱摩能助 而曾老先生 唯有收集了大量的旧照片 和矿工的旧工具 以实在的文物和写实的文字 来记录这些矿工们的种种曾经 我们见证了整个公司的信和衰 我们这代人 我们增加了整个历史走廊的 一种风风雨雨 就把这些他们以前那种历史 那种文物把它全部 尽量去找 访问一些老 比我们更老的人 访问知道的人 把它全部记录下我们 回想深入地底的惊险经历 就像穿越时光隧道一般 原来灵明的过往 都是老矿工一敲一打 所建立的辉煌 老矿工埋在地底的曾经 随着岁月洗礼 逐渐遭人遗忘 昔日开采西矿的矿工们 如今化身故事的采集者 提醒世人 莫忘这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成也西矿 败也西矿 这句话或许是 林明这座老山城 过去最真实的写照了 近年有了旅游业的加持 林明是搭上了转型的列车 年轻人开始回流 虽然谈不上蓬勃发展 但是可以看到有了一点生机 而这辆开往未来的转型列车 究竟会把林明带往哪一个方向 当中林明曾经的繁华 他曾经丰富的历史 会不会因此被抛在后头 逐渐被人遗忘呢 明天老镇林明系列专题 会让我们通过林明人的口述 来听听他们说说 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想法